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薄制的一碗睡前鸡汤 为您的身心加一点营养 核岛夜听今夜为大家分享的文章是 别追追不上的车 别等等不到的人 第一节 最美好的总在不经意间出现 今天像往常一样下班了 行走在嬉嬉洋洋的马路上 突然 一辆我回去的班车 正从我身旁飞驰而过 此时的我离站台还有大概四百米左右 我拔腿而跑 企图赶上这趟车 那就可以早点回去了 无奈 当我跑到站台的时候 车门已紧紧地关闭了 车已经缓缓地起步了 我失落地朝车上望去 那辆车挤得满满都是人 心里嘟嚷着 唉 要是我跑快点 是不是就能赶上了呢 当我还在抱怨的时候 不一会 一辆空荡荡地 往我归途的班车 也匆匆地赶来了 那一刻的我 不仅赶上了车 还可以坐在座位上 那一刻的心情 好比公司长得工资般高兴 自然以后 我便不再追那些 我追不上的车 下一趟或许更美好 第二节 别踮起脚尖去爱 那样你有可能会跌倒 邓紫棋和林佑佳这对金童玉女 在别人眼中 原本应是天照地设的一对 可是结局总是让人惊叹 邓紫棋用了三四年的时间 等林佑佳换来的 却是林佑佳的转身离开 与他人步入婚姻的殿堂 自古多情空留恨 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青春能有多少个三年 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拥抱 不要伸手去要 后来邓紫棋也渐渐释怀 这几年的状态都非常火爆 喜欢你的改编 一首句号更是让人赞不绝口 爱是势均力敌 而不是一厢情愿 真心相爱的人 是不会让你等待的 能错过的都是路人 所以无论何时 你要做的都是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罢了 只有自己内心强大了 才不会再受到伤害 第三节 人生路漫长 你会有更好的相遇和期待 车会开 人会走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有结局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期待 泰戈尔在《飞鸟集》里曾经说过 当你因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 那么你也将错过了群星 所以没必要为过往而哭泣 你应该深情的拥抱 当下的美好 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拥抱 连伸手都是多余的 我始终相信一句话 你若盛开 花蝶自来 当你孤身一人的时候 要努力让自己变优秀 你要想遇到什么样的人 那你就首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只有同贫的人才会相互吸引 只有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 你想要的都将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网上看到那么一句话 所谓成熟 就是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 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 的确 人生中的每一次经历 都是我们走向更成熟的过程 也许你不喜欢成熟以后的自己 但是你终将会习惯 文章别追追不上的车 别等等不到的人分享完了 文章作者许你一路阳光 播报核导 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 祝大家晚安 做个好梦 祝大家晚安